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看透透 新闻看透透 一天而已 明天一天 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非常壮观的 甚至浩大的选前之夜 一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选前会怎么样的进展 到今天都还有一些事情 譬如讲 讲柯文哲仲介器官的作者 已经回函了 说柯文哲没有 他是一个道德高贵的人 另外是柯文哲 很多人想投给他 连杨慧如卡神的爸爸 出车祸 严重的昏迷 就是要投给柯文哲 然后有一个女生 她愿意把她的钱拿出来 资助很多没有钱回家的年轻人 要说你们要来投柯文哲 结果这样叫做法办 但是台商做机票回来 办价 招待 这样也没问题 这不知道是什么世界 柯文哲讲说 台湾的政商已经到世袭的程度 对年轻人会打众 为什么 我打拼也不好 另外是新北市 看起来朱立伦用了非常多的手段 对付游锡坤 她的文圈不准派发 她的布条要把它扯掉 那么她申请选前资业的地点 不断的被杯葛阻挠 朱立伦有这么怕游锡坤吗 有人说朱立伦如果贏不25万票 他没办法选总统 全台湾的选情会是怎么样 民进党能拿几席 国民党能拿几席 等一下我们讨论 今天邀请的来宾 第一位是前立法委员林卓水林委员 你好 你好 林委员是要介绍她 她刚刚上节目的时候 对参政是很六关的 她可以这样说吗 六关六关 六关六关 到底五六关 等一下来听她说 好 那另外是立法委员叶宜金叶委员 你好 宫怡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是民进党文宣部的主任 郑运鹏 郑主任郑主任 大家好 另外是两位媒体的朋友 董年华 你好 董年华 你好 宫怡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以及王石祺 石祺 主持人大家好 来 咱先来看 这是游席坤嘛 游席坤的夹暴的广告 那这夹暴的广告 有署名游席坤吗 有 有嘛 那是合法的文宣 合法的嘛 它不是黑函 是 有电话地址跟竞选 现金帐号 那为什么这个派报生夹暴的时候 为什么警察要把他拦下来呢 先请教一下石祺 所以就无理的拦下来 更何况他是一个派报生 那等于就是邮差嘛 那所以他抓了这个派报生之后 他其实应该要去知道说 那是谁叫你派发的 如果这是一份黑函的话 如果他是一份违法的这个 意图使人不当选的文宣的话 你应该去查那个幕后 你去抓一个小朋友干什么呢 你根本就是要恐吓那个小孩子 更何况这份文宣清清楚楚 就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就是游席坤的竞选总部发的 而且他刊登的内容 包括什么立法委员陈廷飞 他讲的记者会等等 全部都是有名有姓 并且还有这个新北市政府的公文 印在上面做佐证的 所以这东西完全不是黑函 那警察干嘛要去抓这个 所以警察可能是我认为 应该是受到了一些上面的压力 否则这么多人在派报你 为什么就只抓这一份呢 怎么不去抓别份呢 那后来这个游席坤总部昨天 他们就很多人跑到那个警察局 前面去进座去抗议 据说啦 据说里面的警察其实也觉得毛毛的 因为他们也觉得好像抓的有点怪 就对啊 市面上这么多 可能更值得他们去抓的文宣 或者更值得他们去处理的争议 他们没有去做 反而去抓了一份莫名其妙 明明就是人家正正当当的 家暴文宣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清楚的是 有一个特定的力量 在打压游席坤阵营嘛 譬如说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游席坤阵营昨天 弄了那个白布黑字的布条 那布条就是你票头朱立 就是支持马英九 就一样嘛 就是他们其实在云林也有这种 也有这样的布条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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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个嘛 嗯 票头朱立伦就是支持马英九 这种布条嘛 如果布条违法 它挂的地方不适当 那所以清洁队应该是全面清 对不对 对 没有 昨天新北市的清洁队 只清这一面布条 而且清到几点钟 嗯 清到凌晨两点钟 呵呵呵呵 就是专门只针对这个布条 清到凌晨两点 你说这个 针对性强不强 嗯 非常强 怪不得陈明毅会火大啊 嗯 原来就是针对性的 呵呵呵 它就是有特定的针对性 那所以 我觉得非常清楚就是 一定有人下了指令 专门针对 游锡坤阵营 嗯 你做出来的事情 我就是要压制你 我就是不准你上架 我就是不准有人看到 嗯 那所以是摆明了谁做的 谢谢 我一定要说一下哈 这个我有实务经验 因为我选过很多次 这个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嗯 这上面有 候参人签名 还有服务处的电话地址 这个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份文宣 嗯 这个伊法 绝对没有权利去给他抓派报员 或者是扣押 嗯 但是这操作空间在这里 这样的文宣他去抓 但是我在选举有一次哈 我在选举的时候 那才是黑函 他也没有服务处 也没有 呃 属任何人的名 也没有任何的 这个人负责的签名 那这个就是黑函 那就是黑函 是黑函喔 结果我们 去印黑函 连印刷厂都看不下去 嗯 偷偷来 跟我们说 欸 有人来叫我印这个 这个黑函呢 那我为了要赚钱 我还是帮他印了啊 可是喔 你们要 想办法 嗯 结果我 去报警 去跟检察官警察报警 欸 他也来了 他看一看他就是不抓 嗯 他就让他去派 对啊 就是我自己在选举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是黑函啦 我相信人民的智慧 好啦 你没要抓我也没法理啊 因为检掉他就是故意要放水嘛 就是操作嘛 所以他们真的用这种 可以有很大的操作 这是 我是要跟大家讲这种对比的操作 了解 这是这样喔 因为陈廷辉有举 这个举证 说 朱立伦是有拿 顶薪的政治现金 拿了250万 250万是那个什么 合法有定期的 看得到的 账面上有250 看得到的啦 这个朱立伦不敢否认哦 那 可是呢 游习君又说 鼎薪穿从那块土地 民进党是说 你看他38天 上任38天 就给他核准了 这块到现在 隔壁应该是 超过200岁 对 所以呢 这个 游习君说 那朱立伦不敢跟鼎薪要钱 来我替大家讨公道 我帮大家来告鼎薪 看能不能求偿 然后写游习君 这样 这个是有署名的啊 这怎么是黑寒 警察现在是执名 警察是执名 不能看这是有署名的 那为什么这个叫黑寒 这个要带回警察局去征讯呢 所以等一下 我们继续讨论 不止这样 游习君 申请选前置业 一而再 再而三 申请不准 你知道明天在的选前之夜啊 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动作 朱立伦是什么样的心态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一下